到目前为止已经登场的奥特曼中可以分成几类了 除了正义的奥特曼黑暗战士和假奥特曼之外 还有一种机械奥特曼存在呢 其实他们的实力都特别强 机械赛罗大家都知道他的水平还可以 还有一位机械奥特曼已经到达了神秘4奥的水平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机械赛文 宇宙人破使猪星团说出了赛文奥特曼的秘密 每多大会儿一个机械赛文就诞生了 说实话他的实力虽然与赛文几乎是群立敌 但他毕竟是个机器人头脑没有赛文灵活 最终也是死在了赛文奥特曼手中 不过再往后来发展出现的机械奥特曼就更多了 第二个黑暗独眼巨人 他也就是传说中的机械赛罗 曾经的他实力几乎和赛罗奥特曼势均立敌 在军中的表现还是够可以了 不过说实话机械赛罗毕竟是个大反派 再说了缘故是不可能让他打赢主角的 所以赛罗奥特曼经过开挂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不过当初为了对付赛罗奥特曼宇宙人还制造出来了机械版的奥特曼兄弟 想必大家还有印象吧 说实话他们的战斗力与奥特曼兄弟本身相比也几乎是没什么差别的 当时要不是没有雷奥特曼出手帮忙 估计赛罗就要吃大亏了 第三个机械戴拿 在戴拿奥特曼的巨赏版中 人类也学会了制造奥特曼 他们制造出来的假戴拿 与真戴拿的形象差不多 当时飞鸟新看到这种情况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不过这些人知道飞鸟和戴拿奥特曼的关系后 就使用一个仪器吸收了他身上的光芒 机械戴拿在一瞬间就复活了 不过比较打点的是 接下来机械戴拿被宇宙人所利用变成了怪兽 使得人类都陷入到了灭亡的危机之中 如果不是戴拿奥特曼力挽狂澜 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个黑暗扎机 要说机械奥特曼中实力最强的 恐怕非黑暗扎机莫属了吧 说实话 宇宙人能制造出来一个这么强大的机器人 还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算是塞罗奥特曼又怎么样呢 与他相比简直差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黑暗扎机在剧中有过两次战败的记录 第一次受到了诺亚奥特曼不冤枉 因为诺亚的实力确实被打枪 可是第二次去败给了银豪奥特曼 这就让你一点接受不了了 你要说银河开挂之后才能打败黑暗扎机 这也勉强能够说得过去 可是最终远古让我们看到的 确实他根本就没有开挂 这事难道就不打脸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